- 拜國泡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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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,不好意思啊,我是今天 小吃到一下的盧比 我是今天非常準時的葉子 所以今天找到的是難得 結果發現怎麼只有你跟統神 - 那的話,這個還是要講一下 我還是最少到的 - 你走路就到了 - 看不近 - 不想講啊 - 我們阿B - 我們今天還有一位來賓是吉隆東 - 他還在路上 不過我們節目還是要先進行 - 因為拖了一段時間,15分鐘 - 那今天呢 - 我們第一個話題就是哪兒 葉子好像有到 - 接受別的那個 - 實況節目的邀請嗎 - 就是去打快打 - 潔哥的節目 - 喔喔喔喔喔喔,遊戲 - 有嘛,對不對 - 對 - 找你去就真的是打快打 - 因為聽說是被封為格鬥女神啊 - 就因為現在好像其他三個女神 - 不太會玩格鬥遊戲啊 - 潔哥也是 - 可是他們就是 - 以一個格鬥遊戲為主題 - 然後要你來嘛 - 對,就是玩了三款 - 包括手遊的 - 然後還有 - 對,還有快打全分 - 對,還有快打全分 - 喔 - 喔 - 我就覺得你這樣問的太遜了 - 好 - 因為另外三個女神都在工作啊 - 哈哈 - 這個是來宅的啊 - 他就說這個挺的 - 對啦 - 我比較宅啊 - 所以就是,對 - 你有沒有覺得 - 打完那三個主持人之後 - 突然有點自信了這樣嗎 - 人生變有色彩了 - 你知道嗎 - 我那天那天最誇張是什麼 - 我完全不知道 - 因為他們其實是沒有腳本的 - 我就過去我就玩就對了 - 他那天玩到最後一趴 - 他要我用腳玩 - 用腳 - 沒看到後面我真不知道 - 等一下 - 你說用腳是一隻手控 - 兩隻腳 - 就是這樣 - 腳控啊 - 左腳 - 我會打贏了 - 他們用手喔 - 他們用手我用腳喔 - 你是不是左腳沒有用 - 然後右腳就一直踩PVP的發電 - 我就在開發 - 選怪獸 - 然後就... - 完全沒有料中啊 - 就是左腳就是可以翹腳 - 然後右腳就一直上傳 -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-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- 真的很難 - 左腳你還要握住那個把手 - 然後又靠近有沒有 - 左腳還要握搖桿 - 對啊 - 左腳一定要按後把 - 至少按個後把 - 擋一下吧 - 你要往前 - 要是往前是不是 - 不是重點你還是要靠指令欸 - 對啊 你就是要一直按 - 我還可以靠腰 - 我還可以靠咬人有沒有 - 抓技 - 抓技兩顆起來 - 我會最後一趴來試試看 - 這超難 - 好 我們今天最後一趴 - 就乾脆用腳玩了 - 可是欸 不行啊 - 那個一脫可能 - 那個攝影棚都會熏死啊 - 嗯 - 因為我們錄到後面 - 已經兩個多小時 - 整個腳都悶在這裡了 - 真的 - 好 我們還是要考慮一下 - 我們的人生安全 - 好 那第二個話題就是 - 我們RB禮拜三 - 有開台嘛 對不對 - 哪有有 - 總算你那個頻道 - 好像快要誰send了有沒有 - 不好開啊 - 不知道啦 - 因為你們職業選手要練習 - 隔壁 - 同一天旁邊偷胖趕 - 隔壁馬上鄉民就貼到頭部馬上去 - 然後摩摩奇又有在頭趕馬裡面 - 喔 真的齁 - 它不是固定的 - 它自己有時候也會去頭趕馬之類的 - 我不知道他那邊去哪 - 禮拜三喔 - 禮拜三可能不是 - 應該是以特別來賓的身份 - 禮拜三 - 我沒有看了 - 我有點忘記了 - 所以那一天有日本人去看你的台 - 沒有 我覺得看了也不會出生 - 也是啊 - 對 - 可以在那邊打日本字 - 真的可以打日本字 - 口罩都可以打日本字 - 口罩都可以打日本字 - 對啊 聊天室可以打 - 還是會 - 因為那一天有提 - 你似乎有提到說 - 因為我知道是有觀眾問你 - 就是說 - 摩摩奇有在練你的 - 面角 - 就是你的凱 - 那你覺得 - 第一場 - 你覺得他練這個角色的目的是在哪裡 - 不免 - 你個人 - 因為你想一想也不知道為什麼 -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-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- 可能就是覺得他 - 身上有留忍者的後裔 - 所以他玩凱 - 因為摩摩奇他真的是 - 他這個玩家是 - 他姓百代嗎 - 他真的是忍者的後裔 - 他真的是 - 日本 - 忍者的那個後裔 - 後裔 - 就有點像是我們現在講說那個 - 某一個姓孫的那個藝人是 - 那個 - 某一個姓孔的藝人 - 百代是忍者 - 比較常見的就是福布嘛 - 福布就是 - 福布是很有名的 - 忍者 - 還有佐助啦 - 佐... - 有血輪眼是不是 - 什麼評刺還是什麼佐助 - 佐助 - 袁飛 - 袁飛佐助 - 袁飛佐助 - 袁飛佐助 - 跟福布辦仗一樣是在戰國時期出名的兩個忍者 - 這樣子 - 可是他沒有可能就是練凱 - 有可能就只是想要知道這角色的對應什麼 - 可是我因為Ultra改版有多了羅倫特跟Hugo之後 - 反而凱出場的距離變很低 - 所以我覺得他沒有必要去... - 我相信他玩凱絕對不是針對我 - 因為在我義大利還沒有拿到門票之前 - 他在上個月的比賽 - 美國的...忘記哪一個人 - 好像是SCR吧 - 對,SCR比賽就已經用凱了 - 所以他絕對不是針對我 - 大概9月的時候 - SCR 10月 - 10月 - 對... - 那個時候你還沒拿到資格 - 我還沒拿到資格 - 我是下一個比賽一到一拿到的 - OK 所以... - 有點迷啊 - 可是而且他凱我真的看我真的覺得... - 就... - 普普啊 - 真的普普啊 - 其實如果有關注這位世界冠軍的人 - 應該會知道啦 - 他其實... - 他不是我們上禮拜才有講說他開了一間電競公司 - 對對對 - 然後他其實也有在經營自己的那個頻道 - 實況頻道 - 然後還有錄影片 - 可是不是放在YouTube - 就是他們日本自己的那個實況平台 - 也不是Nikoniko - 那個我忘了叫什麼 - 那... - 他就做了一系列的角色教學 - 每一個角色喔 - 他現在大概做了龍啊 - 肯啊 - 然後... - 圓啊...這些... - 圓 - 連圓都有做 - 然後薩塔特、桑吉爾夫這些... - 你看起來好像不是他平常會摸的角色 - 他都做教學影片 - 而且不是講基本的喔 - 是講一些很... - 就是有一點點像Neta的東西了 - 有機會我丟給你看 - 然後開頭都蠻好笑的 - 我覺得下禮拜我可以... - 解一小段來給大家看 - 他的教學還蠻有趣的 - 那我們...下一個話題就是... - 有沒有得到... - 一得到資格就開始閉關 - 直到大賽才亮相的角色 - 就是長招的感覺吧 - 謊神應該也很瞭解吧 - 你在實況界打... - 一定要... - 一定要... - 啊...這話題是... - 我應該問他啦 - 我正在想... - 因為一般來說... - 這個... - 其實長招真的很重要啦 - 就是說... - 就是說... - 你不能讓別人知道... - 你有沒有聽說過有... - 其實就算... - 就算說你讓對方知道你練的角色還好 - 就算是你不能讓別人知道你的狀態好不好啊 - 就是說... - 喔... - 還是說你最近打的狀態很差什麼的 - 狀態很差也要說... - 我最近十連勝... - 我最近十連勝... - 那你有沒有聽說有人... - 就是私底下練都很認真 - 然後一開牌就在亂玩的 - 呃... - 有有有... - 這個也有 - 有嗎齁 - 故意玩得爛我 - 就我啊 - 因為說... - 因為我說真的啦 - 我真的有遇過那種就是... - 你一上去... - 碰到他... - 你的心裡就有壓力那種... - 就是那種就是... - 他就給你一個氣勢 - 就氣場你知道嗎 - 就說... - 像我打英雄聯盟就是... - 一看到他ID... - 就開始怕了 - 不是先噴他兩次... - 沒有沒有沒有... - 可是先噴他兩句... - 就開始會有那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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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.. - 然後你就越打越保守... - 好... - 我相信... - 一翻都是看到... - 才有這種感覺... - 你應該有啦... - 你自己打的時候... - 就不想特別碰到某幾個人... - 然後就打到他會特別有壓力... - 有吧... - 壓力... - 有... - 比較強還是會有點壓力... - 但是你... - 你不能太... - 就像你說... - 太打太棒反而就一定會失場... - 而且... - 即便你真的怕你也不能讓... - 我就發現... - 我就發現你... - 你拿到資格以後真的講話都大聲耶... - 是不是... - 我上文擺就比較大聲啦... - 我上文擺就比較大聲啦... - 走路都有風耶... - 沒有沒有... - 沒有沒有... - 沒有啦... - 那個會虧他的人現在還沒到啊... - 真的... - 還沒來... - 快來快來... - 等一下就開始噴啦... - 好... - 所以其實這個是很正常啦... - 因為... - 我們回到那個... - 我們先不講... - 英雄聯盟那邊... - 因為其實... - 葉子那邊會有聽說過... - 有老闆規定說... - 你們選手不能在實況的時候... - 就是... - 不能在比賽前開實況嘛... - 有這種規定... - 英雄聯盟... - 你說是英雄聯盟嗎... - 其實比較特別... - 因為英雄聯盟是五個人在玩的遊戲... - 所以你一定是Tim一起練習... - 而且... - 大賽將近基本上... - 大家都是會比較嚴格... - 團練... - 對... - 就不會有開台這種... - 也不會有開台的時間啦... - 對... - 對... - 因為一般早上都在練習啊... - 可能一練就練十幾個小時... - 對... - 應該說大賽前那一個月... - 就不太會開台... - 讓學友開台... - 而且通常都會有一些戰術... - 例如... - 可能... - 突然讓Jungle練一隻... - 他平時沒有在用的角色啊... - 或者是中路... - 去Count... - 多一些口袋名單... - 對... - 你在練角的時候... - 通常是不會開實況... - 讓人家看的... - 不只不會開實況... - 還要開小號... - 還要開一些... - 還要開那個... - 因為有歡戰模式... - 其實格勒遊戲還是一個很... - 比較封閉的環境... - 很像... - 其實... - 會講到這個話題大概就是... - 因為一直有人在問說... - 那個... - 梅園大舞為什麼... - 下半年幾乎沒有出來比賽... - 除了... - 除了那個日本... - 他們自己當地的那個... - 風景的環境... - 他是因為這個關係嗎... - 風景的環境... - 其實... - 以我... - 我不知道RB怎麼想啦... - 以我對他的了解是... - 第一個他這個人很不喜歡出國... - 他其實很不喜歡出國... - 他通常就是... - 那個獎金夠優惡他才會出來... - 或是有特別邀請他才會出來... - 然後第二個就是... - 他在偷練... - 他在長照... - 之類的... - 他其實是... - 很... - 心機... - 還算蠻重的一個人... - 因為... - 也不能說心機啦... - 就是說他... - 會覺得說... - 他職業選手應該要做好就是... - 這個時間點他該做什麼事... - 他就做什麼事... - 他不會說為了賺錢... - 然後... - 跑出去比賽... - 這個就換了... - 那... - RBA你覺得... - 應該這樣說啊... - 不是說他想長照... - 是他不想要被人家研究... - 喔... - 因為他角色... - 其實就是那樣子嘛... - 也變不出什麼... - 花樣來... - 但是就是... - 他就是打很穩... - 他就是不想被人家抓他習慣... - 對... - 就是... - 很... - 像賢就是會... - 之前我聽到說... - 賢會去看... - 美圓一些影片... - 譬如說... - 你要打美圓吧... - 他就... - 他會看影片說... - 美圓在這個時候... - 一定會做什麼事情... - 而且... - 角色對策其實都已經很... - 完整... - 那幾乎就是在打人對策... - 就像他們在講... - 就是打玩家的對策... -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... - 而且... - 你看... - 比賽時間又快到了... - 已經... - 我們年底決賽是12月... - 4號還是5號那邊... - 本來是禮拜一啦... - 就是... - 12月第一個禮拜的... - 禮拜一這樣子... - 台灣時間禮拜一... - 對... - 台灣時間禮拜一... - 那你們大概禮拜五就要去... - 你們大概禮拜四禮拜五就要出發了... - 沒有沒有... - 公司有通知... - 他說我要訂... - 12月3號到了... - 喔... - 這麼早喔... - 對... - 3號到... - 差不多禮拜三禮拜四就到了... - 對... - 這是時間... - 這次飛機不能再記錯了... - 這次一定要真的... - 不可以... - 這次不可以... - 好... -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啦... - 尤其是... - 我覺得這樣子會變成說... - 對於下半年... - 常常在肉像的一些選手來講... - 這是他必須要考慮的點... - 因為他可能就覺得說... - 呃... - 可能他的套路已經被人家研究過了... - 其實我覺得要看角色啦... - 或者是有的人他也無所謂... - 像是浮董那種... - 飛翁... - 飛翁就這樣子啊... - 你也知道我這樣打... - 但是你就打不一波啊... - 其實潰國也... - 也沒什麼所謂... - 潰國很少... - 潰國... - 下半年幾乎完全不參賽... - 就是最近是亞洲被他... - 沒辦法... - 強迫參賽嘛... - 因為他有資格嘛... - 他一定要長嘛... - 那小翔呢... - 小翔呢... - 應該也有在... - 小翔我覺得是... - 到最近可能工作比較忙... - 所以也... - 可是加拿大可能就是... - 那他該練習還是有在練吧... - 一定會的啦... - 一定有啦... - 他有幾十間多... - 前兩天有看到他360有上線... - 好...那... - 而且小翔要... - 現在是在法國是不是... - 對... - 他昨天的飛機... - 對... - 所以還是要練習... - 比賽前還是要練一下... - 對啊... - 講到法國... - 等一下再跟大家聊這件事情... - 因為我們接下來會有... - 影片要cue... - 好... - 那... - 這個接下來是基隆東的話題... - 不過他還沒來... - 我們等他來再好了... - 我們可以先進一下... - 第一個新聞... - 那第一個新聞就是... - 我們上禮拜呢... - 那個... - 亞洲的決賽... - 就是新加坡我們剛剛提到... - 胖狗拿冠軍的那一關... - 那... - 官方整理了... - Top5影片... - 我們來看一下... - 通常Top1都是最無聊... - 就是冠軍而已... - 就是冠軍而已... - 我就覺得他這個剪輯... - 還有檢討的空間... - 他老美... - 老美就是這樣想... - 那樣子... - 好... - 我們可以看到... - 用艾連娜的... - 就是... - 預賽打死一堆人的... - 堅持人... - 哇... - 我看到BR包... - 這一次輸了好難過喔... - 真的很難過啊... - 他輸給金胖啊... - 他快哭啦... - 他輸給金胖啊... - 他輸給金胖跟GET... - 他輸給GET... - 他輸給GET... - 他們打到最後一個... - 最後一個燈... - 最後一場啦... - 我忘記有沒有最後一個燈... - 剛剛那個MISSES... - 那個ES吹上居然吹得到... - 這個也要看... - 吳建豪... - 吳建豪... - 吳建豪... - 然後穿... - 超像的... - 穿穿浴衣然後看... - 吳建豪... - 很像那個... - 很像那個... - 演那個電影就是... - 喝洪基寶演那一部那部... - 什麼...美食的那個... - 對... - 是MOV嗎... - 對... - 結果我上次看到他的時候不是長這樣啊... - 他之前他沒有留著... - 他去香港的時候沒有留著... - 之前我們那個社團就... - 後來看這個... - 他就是... - 可能穿著我... - 他才是真正的流浪格鬥家... - 台灣有洛克胖好不好... - 日本MOV... - 可是... - LV真的很猛... - 我那時候去義大利他也有去... - 我就打雅... - 我怕他旁邊有人躺在地上就是MOV... - 就直接睡在那邊... - 就直接會場... - 然後這邊... - 小孩直接拔搖桿啊... - 我不知道到底是誰... - 還不清楚到底是誰... - 打胖口... - 你知道MOV他也直接... - 地上就躺在睡... - 對...隨便就睡... - 很誇張... - 這個Gameshow... - 就是... - 就是... - 遊戲展也沒有直接睡... - 這邊... - 左邊Nemo... - 右邊... - 這邊你們可以看... - 他原... - 一直在抖就覺得... - 已經有問題了... - 人家在抖啊... - 我記得有問題... - 他這個... - 一直在抖... - 就已經在按轉了... - 然後Nemo可能... - 因為不知道... - 沒撞過... - 所以就... - 繼續丟他的刀... - 最後就被抓走了... - 可是Nemo其實... - 有些地方就真的蠻鐵詞的... - 我... - 我覺得... - 他不可能是沒想到... - 這個就... - 然後這個是... - 最後的決賽... - 他可能對自己也是蠻有信心的... - 蠻有信心的... - 蠻有信心的... - 就像小巷他常常講... - 那個不是硬要跳... - 那個不是硬要跳... - 一時的習慣改不過啦... - 因為羅文特太依賴跳中拳了... - 哇... - 羅文特... - 不用跳中拳... - 你這個角色... - 這個角色... - SEXY PUNKO... - SEXY PUNKO... - 叫他SEXY PUNKO... - 叫他SEXY PUNKO... - 你看那個... - Cosplay那個... - 那個好鬼的是... - 閒的女朋友... - 是喔... - 你應該有看過吧... - 我沒有看過耶... - 就是剛剛COS好鬼的那一個... - 就是那個... - 那個新加坡那一位... - EBO2013年冠軍... - 閒的女朋友... - 喔... - 好鬼啊... - 欸他之前有COSPLAY過嘛... - 好像也有嘛... - 對不對... - 我沒什麼印象耶... - 好像有啦... - 我剛剛玩一玩我發現說... - 你們這遊戲可以改建嗎? - 你的印象改建... - 你們說配置嗎?配置可以改啊? - 不 我想說... - 可不可以設一些聚集什麼的... - 聚集... - 你說艾克扭就打一套連... - 打一套連段出來嗎? - 那我覺得... - 這是作弊啊... - 這是作弊行為啊... - 這個... - 在國際性比賽是Cheating啊... - 真的有這種東西... - 就是艾克扭會自己打一套連段... - 可是這是作弊的... - 有啦...有啦... - 你想想看... - 這個遊戲有電腦版他一定有啊... - 就是你... - 設定一個聚集... - 他就幫你打一套那個... - 無眉哈拉的連結段就可以啊... - 沒那麼簡單啊... - 哪那麼簡單... - 好... - 那... - 我們剛剛提到了亞洲的這個比賽... -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Pungo拿到了... - 還好... - 還好... - 還好... - 真的是還好Pungo拿冠軍啊... - 他看比賽的時候擔心死了... - 你知道嗎... - 因為他很怕那個... - 有人是... - 從原本... - 沒分數也沒資格接上來... - 因為機會已經關閉了... - 那我怕就是分數比我低了... - 如果在這次亞洲杯決賽... - 如果一拿到冠軍的話... - 他就... - 你就要打第二... - 對 他就把我往上推一名... - 他就要打他的私地啦... - 他就把我往上推一名... - 他就把我往上推一名... - 然後... - 而且我最後看完比賽完... - 我看一下那個... - 這一隻假要不要決賽總名是... - 喔... - 琴蕾布第三名... - 真的是... - 喔... - 第一名是... - 那個...Pungo嘛... - 那個名... - 第三名是琴蕾布了... - 如果沒有Pungo的話... - 琴蕾布可能就補上去了... - 欸真的齁... - 喔... - 因為Nemo已經有資格了... - 那個我已經有資格了... - 對,Nemo已經有了... - 我真的是還好... - 哇... - 琴蕾布這一次真的是一個... - 黑馬加殺手的那種姿態... - 也沒有黑馬... - 其實我覺得... - 他自從用艾琳娜以後就... - 喔對啦... - 因為艾琳娜對他來講... - 像他這種... - 比較... - 不喜歡練習的人... - 艾琳娜就是給懶多的人用的... - 欸... - 對... - 又好上手... - 喔我沒有說小象... - 小象是勤奮的人... - 小象... - 我跟你講... - 要練到艾琳娜那個連段99%都不會掉的... - 大概也只有小象而已啦... - 你說艾琳娜這個角色OP還怎樣... - 但是... - 你要練到能像小象那個水準還是不容易啦... - 我必須... - 我必須替這個角色平反一下... - 雖然說他還是OP了... - 蛤... - 你們還是覺得他很OP嗎? - 他還是OP... - 可是我看在比賽上面選機都被打爆啊... - 那是因為... - 用的人不是小象啊... - 哈哈哈... - 哈哈哈... - 哈哈哈... - 阿比恩... - 對不對... - 我們都宅宅啦... - 對不對... - 好... -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就是... - 小象他去法國... - 法國這次比賽... - 對... - 也是局B... - 我必須要講一個八卦... - 就是他出發前其實是要公共取消的... - 哈哈哈... - 他是擔心... - 因為我們才知道... - 半禮飯才發生恐怖攻擊... - 所以他其實是要取消的... - 可是... - 航空公司不給他取消... - 還蠻快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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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.. - 喔... - 他機票沒有辦法取消... - 對...機票沒辦法退... - 他錢也沒辦法退... - 所以... - 他就不得已知道... - 他不想說還是去... - 結果... - 他跟我確定說他要去了... - 隔一天... - 日本兩個選手... - 就說不要去... - 在推特上... - 超好笑喔... - 那時候看到我就傻了... - 好... - 我們現在進行一下法國... - 這個叫SGB2015的宣傳影片... - 我先... - 我有辦法去啦... - 喔... - 這個影片真的超懷舊的... - 超屌的... - 超懷舊的... - 大概70年代那種感覺有沒有... - 2015給我用這種宣傳片... - 他提著大搖喔... - 對... - 所以你剛剛說是什麼... - 小巷他的... - 那個航班不讓他取消... - 航空公司不讓他取消機票... - 為什麼... - 就... - 出發前一個禮拜不給他取消啊... - 所以小巷... - 他應該是買聯航啦... - 我在猜八成... - 怎麼可能... - 他有公司出怎麼會買聯航... - 欸... - 荷蘭公... - 荷蘭航空是聯航啊... - 荷蘭也不算... - 它是... - 它是荷航空嗎? - 荷蘭航空啊... - 它是荷航了... - 荷航啊... - 喔... - 因為荷航我就不知道... - 荷航不算啦... - 嗯... - 我就覺得不給他取消很奇怪啊... - 五千歐元耶... - 好啊... - 沒有... - 那個... - 再錢比再改了... - 並四千... - 但不取消也可以退... - 退一點錢吧... - 機票不退... - 機票不退... - 被恐怖攻擊後就少一千喔... - 沒有啦... - 那個是之前就改了... - 之前就改了... - 少一千差滿多的啊... - 少一千就差滿多的... - 少... - 三萬五萬多次玩... - 喔... - 來了... - 哇... - 幹這誰啊... - 為什麼... - 戴墨鏡還要take三次... - 超...超好笑的... - 這是幹嘛... - 怎麼回事啊... - 這是誰啊... - 就他們那個... - 法國那個... - 主辦人之一... - 主辦人... - 邀請在主辦人之一... - 自己下一排... - 天佑這個... - 去法國比賽的所有玩家... - 欸真的... - 那個... - 連小巷都在臉書說... - 出貨... - 他已經保了兩千萬的那個平安鞋了... - 幹嘛... - 幹嘛... - 七牛哥好... - 七牛哥... - 欸掉了... - 掉了... - 幫我...幫我...幫我... - 好... - 後面還有... - 可是我一直很好奇說... - 你們到底出去... - 假如說... - 或是假如說... - 你們自己想要出去... - 要不要買東西的話... - 那會有人陪你們嗎... - 因為你們不是都個人去嗎... - 不會... - 會有人陪我嗎... - 哇... - 你這個語言能力要很強啊... - 還說你們都是... - 就這樣... - 在那邊... - 你語言沒有講... - 我覺得很臭... - 我覺得很臭... - 我真的覺得很不錯啊... - 你講一口就算... - 你講一口就算... - 哪行啊... - 這什麼的... - 這也是... - 喔...是全國介紹啊... - 對...全國介紹... - 那...他... - 播這個影片的時候... - 喔...所以沒有小介紹... - 可是他後來沒有更新喔... - 好帥喔... - 這個... - 他做得很好... - 喔...就這個呢... - 冰的喔...就是... - 那個將軍... - 挪威將軍... - 我在一拉打到差點輸了... - 很厲害... - 行不行啊... - 喔...我最後也是贏啊... - 行啦... - 喔... - 好... - 通話都沒有... - 欸... 又...又...又爆喔... - 妳會了沒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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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.. - 妳會了... - 它是用DUNK是不是... - 徐東城是不是沒有抓是不是... - 徐東城是不是沒有抓是不是... - 第2個... - 第2個... - 徐東城啊... - 有沒有活動耶... - 它的徐東城前面跟後面... - 風格整個不一樣對不對... - 對啊...全部一樣... - 它其實就是把兩個影片合在一起... - 因為... - 它後半段要介紹那個... - 參賽選手... - 選手... - 對...那... - 我很快的把這場比賽的資訊講一下... - 因為... - 它比較特殊... - 它不是在Twitch... - 喔... - 它是在Hitbox這個實況平台... - 喔... - 這個實況平台已經... - 出來一陣子... - 那... - 比較特別... - 因為這一次的比賽是Hitbox出前半... - 那法國SGB2015小巷參賽... - 明天跟後天的晚上都是5點... - 好像還有很多台灣的... - 選手去... - 蛤? - 有嗎? - 好像有... - 台灣很多選手... - 因為那個好像... - 因為它... - 隔壁台灣好像有去一團的樣子... - 喔... - 沒有啦... - 那是另外一個... - 那個另外一個我等一下講... - 那這個... - QR code就是Hitbox的實況網址... - 我不會做host... - 因為這沒辦法做host... - 那請大家記一下... - 好... - 那如果來不及記得... - 在去Youtube上面看重播... - 那... - 那... - 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剛才... - 那個... - 那個... - 阿比講的... - 欸... - 一踢他們... - 一群台灣... - 我們一群台灣的格鬥天王選手... - 去日本比... - 十幾個吧... - 京都的... - 喔... - 阿秋的... - 阿秋的... - 喔...我知道... - 每年就是大概11月那時候都會... - 這一一個... - 傳統的比賽... - 我們已經... - 日本當地已經舉辦了第14屆... - 喔...算是一個... - 啊... - 我參加過一屆... - 真是... - 對,你有去過嘛... - 對,你有去過嘛... - 在京都嘛... - 有贏嗎... - 蛤? - 我沒贏啊... - 不行... - 所以才來玩快打... - 團體賽... - 我被拖累了... - 欸... - 你們到底在講什麼格鬥天王... - 格鬥天王怎麼可能聽不懂... - 喔... - 喔... - 日本京都... - 就是... - 另外一位... - 呃... - 算是... - 要算職業選手嘛... - 格鬥... - 他是以... - 實況主的身份被簽約... - 對啦... - 台灣有兩位... - 一位是阿仁... - 阿仁在開海了嗎... - 阿仁在開海了嗎... - 阿仁在開海了嗎... - 阿仁沒有... - 一樣都暫期簽了... - 不知道他... - 後來有去暫期簽... - 但是我看到他一播兩次而已... - 再也沒有看到他播了... - 啊真的嗎... - 對啊... - 可是後來有人跟我說... - 他還不知道... - 他也沒有自己發個文什麼... - 我們都沒發誰... - 那怎麼... - 我不知道我沒看到... - 前天我在打塊打... - 還是有是不是... - 有人跟我講說阿仁有在打塊打... - 然後實況這樣子... - 可是... - 我不知道在哪裡有... - 好嘛... - 我是不確定他是不是還... - 還在暫期啊... - 因為暫期就是一個月給他們大概... - 就是可以... - 就是養家活活的薪水這樣子... - 一梯有啦... - 阿仁我不知道有沒有... - 阿仁我記得也是有簽啊... - 阿仁我記得也是有簽啊... - 台灣其實也是有其他有簽... - 不只一梯啦... - 台中也是有玩家有... - 他們很辛苦... - 有... - 大概每天1到5都要實況... - 然後大概... - 四... - 反正那時數很長... - 跟ET實況的時數... - 跟... - 清流差不多多啦... - 喔... - 反正就要1到5幾乎每天開... - 喔... - 那... - 跟ET差不多... - 有點像上班族那種感覺... - 有一點... - 有一點... - 但是... - 錢大概差... - 清流差蠻多的啦... - 少...少兩個人吧... - 沒有吧... - 少兩個人吧... - 哈哈... - 一滴也蠻多的耶... - 一滴也蠻多的耶... - 一滴也蠻多的耶... - 一滴也是... - 我知道7...7...7... - 算了...不要講... - 我都不敢講... - 我都看你要不要講... - 算了...不要不要不要... - 好啦...所以... - 呃... - 欸... - 你剛剛叫他清流... - 所以你也知道他... - 電競界清流好像... - 誰不認識... - 大家都知道... - 你就信了... - 真的是唯一的... - 電競界清流行... - 唯一有唯一... - 你知道啊... - 很舒服耶... - 很舒服... - 很舒服... - 很舒服是怎麼樣... - 很舒服... - 有手機的照片... - 又... - 有那個照片嗎... - 他原... - 不是都打馬賽克... - 新聞有啊... - 新聞有啊... - 你看到打馬賽克應該是他的... - 原本的女朋友吧... - 當然啊... - 不然是他... - 他本身沒打馬賽克啊... - 他女朋友打馬賽克啊... - 他女朋友打馬賽克啊... - 他應該有原始的圖檔吧... - 我都還沒看過耶... - 你有沒有... - 我沒有原始圖檔... - 你們拉統神電台好好聊一下好不好... - 你們統神電台好好聊一下好不好... - 你們統神電台好好聊一下好不好... - 我也不是太快了耶... - 我還沒試過你... - 他還沒試過你去聊... - 為什麼你是天津清流... - 我還沒試過你去聊... - 我還沒試過你去聊... - 我還沒試過你去聊... - 如果大家想知道相關的八卦十點半... - 請大家不要走開... - 繼續鎖定麥哈貝我們統神電台... - 我不知道啊... - 你今天...你今天還要去... - 去嗎... - 我現在需要塗檔... - 要塗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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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好啦... - 那我們... - 因為第一part有拖了一點時間喔... - 那我們... - 接下來還有一些東西... - 我們就可能就跳過... - 那... - 我看一下... - 再介紹一個東西給大家看好了... - 這個是... - 日本賽馬協會... - 跟香鋪協會... - 還有卡普空的合作... - 我們看一下一下... - 賽馬協會... - 好就剪片... - 剪片書... - 第四個影片... - 塗馬... - 上台... - 運財通知你知道嗎? - 我去上台... - 兩次... - 兩次都沒有去賭到啊... - 因為那個時候都... - 塗馬你要自己... - 你要馬記啊... - 塗馬你要自己去那個... - 現場看來的話... - 沒關係... - 有沒有馬記... - 怎麼我去... - 兩次都沒有賭記啊... - 好... - 這個是... - 任天堂出的... - OK... - 神寶拳... - 神奇寶貝拳... - 要在WiiU上面出家用版啦... - 之前有播過那個... - 對... - 現在是已經確定明年2月要上了... - 然後出了一個... - 應該用滿專用的角色... - 就是剛剛那隻黑色的... - 超猛的角色... - 黑色的角色... - 對 黑色的... - 黑超猛的角色... - 這是怪力啊... - 怪力啊... - 那隻嗎? - 這個... - 可是你老公知道... - 牙蛇到底是... - 什麼的動物啊? - 那隻不算動物啊... - 怪你啦... - 就生氣寶貝... - 就生氣寶貝... - 老鼠就老鼠啊... - 沒有啦... - 真正假的... - 真的啦... - 通龍鼠... - 你說牠是貓... - 還不要生事? - 合同... - 合同器是貓... - 牠不是貓... - 牠貼... - 牠貼起腦舌... - 牠貼起腦舌... - 牠是貓嗎... - 牠貼起腦舌... - 牠貼起腦舌... - 牠貼起腦舌... - 會叫電氣鼠啊 - 這樣子... - 這樣子... - 那號機男的女生... - 牠是... - 女生... - 女生... 他們剛剛沒有嘴巴 他這樣沒有男朋友喔 不知道 他們是人 他們剛剛自己講的 超瞎啊 啊耿鬼好帥啊 欸真的耶 欸那你是那個破的進化那個嗎 欸對 那個 算是單兵格鬥遊戲 在日本的大財 我怕 這個姿勢有點挑釁啊 喔好帥喔 可愛喔 新的皮靠住喔 那是皮靠住嗎 是皮靠住 是皮靠住啊 鋼鐵尾巴 他媽叫什麼 春季發售 來明年二月 未優喔 我只春未優 好長喔 在任天堂的妹 好帥喔 喔 怎麼搞得像佛力渣一樣 大蜜蜜 好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是日本那邊 神寶拳 其實他的大台在今年暑假的時候已經上了 日本喔 對 那剛剛出現那隻黑色超夢呢 就是家用版限定 那是被歸類在3D格鬥遊戲 所以我就拿來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搞不好之後也會出比賽啊 而且他出在WiiU就表示我們節目以後有機會玩到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去上個禮拜玩大蜜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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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蜜 觀眾哪吃比較熱 凱啊 他也剩凱還沒教而已啊 魚果教過了嗎 魚果教過了 對啊 然後下一次又換你 事實都會啊 哈哈 下一次又換你教毒藥了喔 沒問題啊 沒問題我可以教啊 你確定你可以教 我可以啊真的 上次教春麗就整個 整個懵花忍掉了 那問題很弱 我早就知道我不想再講而已啊 真的啊 啊我們休息五分鐘 我看到都馬上回來 我都分了